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 其实宣兰诺她持续的在增强 而且气象局也说 包含她的整个暴风半径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都还可能持续的涨胖扩大当中 的确我们目前可以相比前两天看到 这是今天一早 宣兰诺的整个台风的结构状态 看起来已经相对的完整 而且台风也正在重新的环绕起来 所以确实宣兰诺的强度 是我们再来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的确宣兰诺她越来越接近我们台湾 来看一下现在稍早最新11点钟 她的位置是在这边 这慢慢地朝有点北北西的方向 而且北的方向 朝石原岛的方向前进 未来她的路径就是一大关键了 到底说她在北北西的过程中 偏西的分量有多少 因为靠近我们 这个七级暴风圈半径扫道的范围 就会越多 我们台湾北台湾 今天晚上受到的风势雨势 就会更明显 气象局目前发布的路上警报范围 是在基隆 宜兰还有新北这三个县市 所以这三个县市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间都要比较注意 目前的状况了 以各地的风速来说 比较大的阵风 像是蓝雨有出现11级 东西到彭家雨有10级的 最大阵风出现 比较多的雨量都累积在山区 所以我们也不断地提醒 观众朋友山区行程 今天晚间到明天的上半天之前 都把它避免掉 像宜兰的太平山 北市的安部 还有竹鸟嘴山 其实雨量都很多 这个雨还会持续下下去 而且雨是最明显 恐怕是在今天晚间才开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忽 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降雨趋势 其实随着时间 越接近今天的晚间 暴风圈预估在今天晚上 最快6点7点 就会先接触到 我们宜兰的陆地 随着时间越晚 可能东北角也会陆续被接触到 所以雨势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白天的时候 其实降雨就持续了 比较多在山区 沿海地区 到了晚间的时候 还有明天清晨 大家可以看到 平地地区的雨量变多了 山区的雨量也在更多 持续的增加 而且到了明天 尤其是台风 持续增强的关系 所以预估在明天的上半天 降雨也都还不算小 所以明天如果有一些户外行程 建议你还是把它调整 安全为上会比较好 那风力预估方面 我们也带大家来看 以今天白天来说 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会觉得风势真的是还蛮大的 的确地形的关系 各地都可能会出现 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甚至于更强 而到了今天的时候 稍微有些变化 北部的风也开始增强了 时间越晚 风势雨势都会在更多 北市 新北市 可能都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出现 在沿海地区 基隆 北海岸 宜兰这些地方 可能甚至都会有 九到十级的强阵风出现 所以气象局不断提醒大家 尤其北台湾 上半天到了晚上的天气 是有落差在的 可能有些防台准备 建议你还是要把它调整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目前各地 已经出现的风力 像是宜兰这边 瞬间阵风 已经来到了五级 还有彭嘉宇这边 瞬间阵风也来到了十级 这些风雨都会持续地增加 而目前我们最后来看 这整个台风的路径 它正慢慢地 北上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 这边暴风圈扫道 我们都不要特别地注意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